李先生刷牙不只用牙膏 还沾盐巴 有没有搞错 加牙膏之后呢 再沾一些盐巴 然后来刷牙 如果觉得牙龈 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 就会这样子做 其实像李先生 这样刷牙方式的人很多 网路上就有人说 用盐水漱口或沾盐巴刷牙 可以杀菌治疗牙周病 不过牙医师说 千万不可 如果说浓度太高的时候 反而是会造成 我们牙龈跟牙周黏膜会受伤 所以我们并不会建议 盐巴直接接触牙龈 会使牙龈和牙周黏膜受伤 牙龈出血 加上盐巴是坚硬多角的矿物晶体 也会造成发廊值受损 盐巴本身它还是颗粒的 反而会造成发廊值的受伤 牙齿的表面磨损以后会有凹动 知道牙齿会松动 就是它那个地基会掉 最后牙齿会掉下来 所以你很怕 其实牙周病是牙菌般变成牙结石 只是漱口的话根本没办法去除 还是要透过医师治疗 平时维护口腔卫生 半年洗牙一次才能拥有一口好牙 大海新闻 江九阳光辉台中报道